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為故事主軸的影集 《王冠》在去年底推出了第四季 比起前三季,這一季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和討論 但也引來了不少爭議 英國文化大臣甚至上報投書,對Netflix提出漸言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王冠》第四季所造成的風波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王冠》這部影集的編劇《彼得摩根》 過去就曾經有不少改編史實的作品 像是《請問總統先生》 還有《戴妃與女皇》等等的電影都有很高的評價 而《王冠》可說是摩根創作生涯當中最具野性的作品 他規劃每季講大概十年的故事 共六屆篇幅,去講述現任英國的女王上位以來 英國發生過的重大政治事件 以及王室成員之間的情感糾葛 他的劇情極度考究細節喔! 為了還原服裝、場景 也請歷史學者來擔任顧問 精緻細膩的製作 也讓《王冠》成為Netflix上 赤資最高的原創影集 那從結果看來 這筆投資應該是還滿划算的 因為從2016年開始 《王冠》第一季開播以來獲獎了無數 在歐美地區有超高的人氣 幾乎可以說是Netflix最成功的影集之一 一度還有人盛傳 就連英國王室成員自己都很愛看 但這樣的作品 為什麼到了第四季 卻會惹得王室不開心呢? 在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 我們先來進一小段的廣告時間 過年快到了 辛苦的一年領五年中 換個高級的鍵盤跟滑鼠來靠場自己 並且讓自己的生產力更加提高吧! 今天的工商服務時間要介紹的是 羅技MX系列的高階鍵盤與滑鼠 曾經獲得紅點以及IF設計獎的 MX Keys鍵盤是一款全尺寸金屬框架的智能鍵盤 有著精心設計的球狀碟形按鍵 以及流暢又精確的敲擊感 而MX Master 3 無線滑鼠 則是羅技旗下最頂級的滑鼠 握感符合人工學相當舒適 全新升級的Max Speed滾輪 捲動起來迅速精確也很安靜 側邊的拇指輪也能夠方便橫向滑動視窗 如果是常常在外工作的人 也可以選擇比較輕巧 但同樣高效的MX Anywhere 系列滑鼠 它就如同名字所說的 在任何材質的表面都很好用 讓你把順暢的體驗一路帶走 除此之外 這些劍鼠都支援羅技專門設計的Flow功能 可以讓使用者輕鬆在兩台電腦之間 移動複製提供檔案 即使跨系統也完全沒有問題 讓專業工作者不會被輕易打斷心流的高效狀態 從2月1日到2月21日這段期間 羅技的全台網路以及實體通路 都推出了送鼠迎牛的歡慶心點活動 全品項包含頂規的MX系列 都有著不少的優惠折扣 最低可以到57折 那除此之外 活動期間登陸發票 還可以抽獎價值20萬的9999金牛 還有給志祺七七觀眾的獨家優惠 現在就向活動網頁看看完整的活動通知資訊 或直接點擊連結到羅技旗艦館逛逛囉 一直以來王冠最大的賣點就是內容貼近史詩 但它終究不是一部紀錄片 而是一部戲劇作品 所以為了增加戲劇效果 多少會有加油添醋的情節 或是腦補一些真實人物的內心想法 而此外 編劇也有幾度微調了歷史事件 比如說更動事情的發生順序和時間點等等 那這些關於劇情精準度的討論 網路上一直都有蠻多的 而《王冠》每一季播出之後 很多人都會開始查核劇情 看看有沒有哪裡不符合事實 但這些錯誤大致上都被外界認為是無傷大雅 因為很多人看完之後都會自己去查資料 劇中提到的像是歷史事件或是人物 不僅危機頁面的流量會暴增 連相關的歷史書籍也會跟著登向暢燒的排行榜 不過到了第三季開始 逐漸出現越來越多 對於《王冠》劇情的抨擊 而最新的《第四季》 更是引發了開播以來最大的反彈聲浪 而且正反意見都非常兇猛 甚至連英國國會都公開表達關注 《第四季》上線之後 有不少學者在媒體上質疑王冠有道德瑕疵 而英國文化大臣道登甚至登報呼籲 Netflix應該要在每一集前面 加注純屬虛構的境遇 因為他擔心 對於那段歷史不熟悉的年輕觀眾 會誤以為王冠的劇情都是真的 當然,文化大臣的這個發言 馬上就引來了輿論的熱議 不少人批評 道登是政治介入藝術,駐海邊管太多 而飾演查爾斯王子的演員 喬許歐康納更是炮轟 文化大臣根本是在對目前蕭條的影劇籤落井下士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想 飾演女王妹妹的資深演員海倫納就表態支持 他說,加注錦屬是一個道德上的義務 欸!原本大家不是都覺得王冠超讚的嗎? 風向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轉變的呢? 事實上,在很多影評眼中 王冠第四季還是很讚的 大家普遍認為這是有史以來最好看的遺跡 而在爛番茄網站上 甚至拿到97分遠高於過去三季 但爭議的第一個關鍵就在於 第四季的時間軸已經來到1980年代 很多觀眾都有親身經歷過 所以對於故事更熟悉、更有共鳴 而更重要的是 有兩位在英國近代史上 別具時代意義與爭議的人物 在第四季登場了 一位是英國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至今仍然毀育參半的才妻夫人 而另一位則是戴安娜王妃 尤其是戴安娜,光是她的名字 就足以觸動王室的敏感神經 出生於貴族的戴安娜 在年僅20歲的時候 就跟大他十多歲的查爾斯王子閃電結婚 成為人人稱憲的現代公主 她開朗清明、熱衷慈善的印象 也瞬間讓她成為最受到英國民眾喜愛的王室成員 而當時的英國也正值狗仔文化興起之際 各家小報每天都要按照三餐來刊登 或真或假的王室八卦 讓王室成員普遍都覺得很困擾 而當時最盛傳的八卦就是 其實查爾斯王子跟戴安娜王妃 過得一點都不幸福,貌合神離 而深知自己是沒地寵兒的戴安娜王妃 雖然一方面深受狗仔、侵犯隱私之害 但一方面也善用自己的宣傳手腕 來提升自己的影響力 而這種高調的作風也讓王室覺得很頭痛 後來戴安娜甚至直接對媒體公開證實 沒有錯,我跟王子的婚姻觸交了 她一直都有個小三 而戴安娜是一個家醜外洋的發言 完全踩到了英國王室的底線 據傳女王因此暴跳如雷,也終於首肯查爾斯與戴安娜的離婚 恢復單身的戴安娜,在僅僅一年之後 就在一次躲避狗仔追逐所導致的車禍中 不僅喪生,年僅36歲 而戴安娜的死在當年簡直是震撼全世界的大事 悲痛的戴安娜粉絲們痛斥 唯恐天下不亂的八卦狗仔 還有欺負戴安娜的英國王室,都是殺人兇手 而第四季的內容,又讓很多人逐漸想起 這些原本可能已經慢慢淡去的過去 有評論家指出,第四季之所以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爭議 說到底,其實就是因為女王和其他王室成員 在劇中的形象,不像過去幾季的那麼正面 在第一、第二季裡面,女王年紀輕輕 卻展現出難得的堅毅氣度 而第三季之後,步入了中年的女王 多了穩重也多了事故 但展現出來的冷靜,有的時候又更像冷漠 在戴安娜出現的第四季當中 女王甚至顯得冷酷 還相當對天真熱情的戴安娜嗤之以鼻 至於查爾斯王子,原本在劇中的形象 也算是滿讓人同情的 身為王位繼承人的他 神生中的每一個決定都得要顧及王室的形象 明明早就有一個相愛多年的女友卡蜜拉 但卻因為沒有門當戶對 所以只好放棄改跟戴安娜結婚 不過到了第四季,忍受了很多悶氣的查爾斯 卻開始嫉妒出盡風頭的戴安娜 甚至把自己長年以來的怨氣,都發泄在老婆身上 她自己大剌剌的持續跟卡蜜拉優惠 同時又想盡辦法找出戴安娜不重的證據 還要讓她能名正言順離婚 而這些劇情都讓很多觀眾不能夠接受 痛罵查爾斯王子是渣男 根本不配當上英國男娃娃 《王冠》第四季播出之後 查爾斯王子本人的推特帳號 很快就被漫漫的留言灌爆 還因此緊急關閉了留言功能 有同情王氏成員的評論家認為 雖然王氏成員有領納稅人前 首要的工作也是當一個模範的公眾人物 但王氏成員也是人 當個人情感或私生活 完全被攤在陽光下面評論 一定也會很難招架 而有人措辭激烈的抨擊 《王冠》那些在虛實之間擺盪的劇情 煽動大眾的情緒 不僅會傷害到當事人 背後的道德問題 也跟充滿惡意的假消息一樣嚴重 因此在影集當中加速警語 這件事就是必要的 不過有王氏的記者認為 其實在《王冠》當中所提到的 《王氏黑暗面》 有不少都是貼近真實狀況的 把它說成是在刻意醜化王氏說不太過去 而至於Netflix官方 目前還是拒絕了加速警語的要求 他們重申 這部影集就是一出 建立在史實上的戲劇作品 至於內容是真是假 應該要交給觀眾自行評論 我們一開始看到這個事件的時候 原本以為只是一個滿輕鬆的議題 但深入研究之後才發現 哇!其實背後有滿多不同層面的議題 而且討論起來其實也都滿深奧的 第一個爭議點是 劇作家要講一個歷史事件的時候 到底能不能為了戲劇效果加油添醋 第二個爭論點 就是影視、媒體或一般大眾 到底有沒有資格去過問 評論公眾人物的私領域表現 那如果可以 這個界線又應該要怎麼抓才算合理呢? 這兩個問題我都覺得超難回答 那我們自己是覺得 即使是紀錄片作品 也很難百分之百還原真相 而且創作者一定都有自己的觀點 所以多多少少會有加油添醋的狀況 那以王冠來說好了 大家普遍都認為 它已經是一個查證很嚴謹的歷史劇了 大部分的改編都是有所根據的 而它之所以會捲入所謂的道德爭議 與其說是傳遞錯誤的歷史事實 我們認為主要它還是因為 碰觸到了王室的隱私八卦 甚至影響到了當事人的政治生活 有些人覺得大眾不應該過度關注 公眾人物的私領域 就算是王室成員 也應該要稍微保留隱私的空間 尤其在戴安娜因為狗仔追逐 而不幸過世的時候 很多英國人就開始批評 喜歡追逐名人八卦的風氣 覺得如果大家不要一直討論這些 八卦的小豹就不會追 那或許戴安娜就不會死 不過當王冠讓大家想起 查爾斯曾經劈腿的過去之後 大眾又開始熱衷於討論名人的八卦是非 跑去出征查爾斯王子 這樣算是一種雙重標準嗎? 這個問題我想就交給螢幕前面的大家 一起來討論吧! 你覺得一般大眾有資格過問公眾人物 或是王室成員的隱私八卦嗎? 可以,因為王室成員的工作 就是要當民眾的典範 所以被監督是很合理的 B 不行,王室成員也是人 太過私密的情感問題 蒙外人很難評斷 C 不一定,要看他做什麼事情 外遇本來就該被罵 怎麼可以跟無辜的戴安娜相提並論 1. 不知道,但如果當初查爾斯直接跟卡蜜拉結婚 那後續應該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 1. 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王冠第四季的爭議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後裔氣兵以及艾蜜莉在巴黎的相關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